有八十年歷史 全臺北縣村最老的焚化爐 承戒燒雀場 最近被定為歷史建物 所謂的承戒是日文垃圾的意思 燒雀場就是焚化爐的意思 這個建物位在植物園的對面 被圍劍侵佔了很久的時間 一直到九十九年 有一場大火燒掉了圍劍之後 才意外被學者發現 而重見天日 日治時在蓋好的承戒燒雀場 當年已盡自然通風爐 解決了雨天無法焚燒的問題 改善了臺北的公共衛生 在都市叢林中 突然發現一座 用傳統磚瓦以及木材 搭建起的廢墟 仔細一看 裡面有幾座看似火爐的裝置 拱門上還刻有模糊的字跡 這是台北現存最老的焚化爐 承戒燒雀場 已經有超過八十年的歷史 在日治時期 對台北發展有極大貢獻 日前文資審議會登陸為 歷史建物 其實公共衛生一直是 日本人來到台灣以後 面臨到最大的問題 因為當時無論是污水或者垃圾 其實都沒有具體的處理的方案 那雖然有派人去蒐集 然後讓大家把垃圾都聚集在 一些所謂垃圾廠的地方 可是聚集完了以後 在那個地方還是非常的 那個髒亂 然後造成周圍的一些問題 那所以一定要有像這樣子的 這個焚化爐才能夠解決 因為台北市後來人口就越來越多了 所以一定要這樣才能解決 公共衛衛生的問題 承戒燒雀場是由日文翻譯而來 承戒就是垃圾 燒雀場則是焚化爐的意思 當年引進原本是自然通風爐 解決雨天無法焚燒垃圾的問題 成功改善台北的公共衛生 天氣不好的時候 下雨天的時候 很多那個焚化廠 當時的那些垃圾焚化廠 其實都沒有辦法燒的 那所以這個技術 它就是讓那個風從兩邊進來 然後它後面 它有分四個爐 然後四個爐後面有一個共同的煙道 然後連到後面的這個煙囪 然後它可以不受那個天后的影響 現在已經看不到當時的煙囪 焚化爐在退役後被圍劍侵占 隨地可見不同的瓷磚以及牆壁 99年一場大火燒掉圍劍後 承戒燒雀場才重建天日 但只剩下破敗的磚瓦 未來將重新整修 讓焚化爐重現在世人眼前